他現在正在調音 正在調音 這是我們在上個禮拜開箱的東西 我們先來看一下上個禮拜的開箱 我真的太多箱要開了 我開不完 只好給新店菜林開 新店菜林 新店菜林 什麼?什麼? 你為什麼在看鞋鋼筋耶 沒有耶 如何要成為鞋鋼筋 至少要先看一下 看一下嘛這本書很紅耶 快點啦這個給你開啦 我真的 我真的最近看嗎? DMS 耶這個給你開啦 這是一個 是一個吉他呢 烏克麗麗啦 他怎麼寫吉他啊 他上面寫吉他嗎 寫帥哥就是帥哥嗎 寫好好吃就一定好好吃嗎 你是要剪刀還是刀片 我要國王的刀片嗎 你要坐著啊 為什麼 那這樣也可以啦 不夠高你看這樣 這樣夠高嗎 趕快開啦 再開了 皮鞋很差 我要開了唷 好幫你用第一人稱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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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Open 去拿開你的屋 喔 智能烏克麗麗 他有什麼智能 說來聽聽嘛 他寫 呃沒寫什麼 我不曉得這個 跟代工給小米的一不一樣 我第一次看到 這種烏克麗麗 就是 這個按鈕還會發光 告訴你怎麼按的 烏克麗麗 是在小米的深圳旗艦店 哇這個超酷 打開來看看吧 好我要開囉 喔 他有包一個防塵套 首先我們就是要把套子拆起來 你最喜歡把套子拿掉 我喜歡真實的接觸 沒有套子對齁 欸看起來質感 是不是還可以 不錯欸 對 質感好像比翔中好欸 對啊 可是他怎麼調音啊 你彈彈看彈彈看 他有點像木片 這個不曉得是不是小米的功力 我知道 我晚點再擦擦看 看完了我可以休息了 有個味道 你看箱子裡面還有什麼東西 箱子裡面 你就箱子裡面 箱子裡面當然是空的啊 這個啦 這個好好 他有教你怎麼調音吧 你這個 你應該 這裡有說明書 智能烏克麗麗使用說明書 懸線 這是情書吧 不是啦 就怕你斷掉的時候可以換啊 斷掉的時候就叫老公啊 老公 你會來了 這是夾住的那個 那個是夾親器啦 調音用的 不是調音 不是喔 改變音調用的 這個是充電的 嗯 micro usb 你越來越專業了 還知道那個 撥片 我知道這個是那個 有兩邊的 這個英文叫做pick pick pick有兩枚 喔 喔 有附袋子耶 哇 他寫了一封信 這應該是小米公園 密集內容 喔 它有附一些 你掃描了它的QR Code 你就可以看到一些簡單的一些樂物 嗯 打開開開關看看 他搞不好充電 喔 你看一下包包到什麼 我到時候就要戴著這個烏克莉莉 浪跡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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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這個很像拳擊帶的包耶 欸這個包包跟這個烏克莉莉 感覺上有點不搭 不太搭 顏色也不太一樣 顏色是一樣的 顏色是一樣的 不一樣啦 喔有點不一樣 對啊 這裡有一個珠鼻孔 嗯 它是仿之前很紅的那個包包嘛 喔 珠鼻孔包 對啊 帶子 magic 沒有東西就這樣 對 你要先用一個初學者的心態來看看 你覺得要怎麼玩 這個人一看就知道不會彈吉他 不會 正常是這一面沒錯 對啊 我記得好像之前是這樣 然後這樣跟這樣 然後不同音節嘛 它最酷的就是會亮 好啊一定要先 下載app 手機app連接poplili 這個要幹嘛啦 這個通常是 調這個的 那個 對 對 幅度 喔 這樣還可以調幅度喔 對 一秒變身 先來下載app app叫做poplili 安裝中 唉唷 來 隨便彈都可以 哈哈 我真的很有音樂才華耶 它這裡有好幾個點 雖然說我不知道是幹嘛 那你要不要先把那個剪下來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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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來 阿 剪下來 倒了一半 都不會糖都飯 欸有亮啊 你看它在有亮啊 你看它有亮喔 欸你看它亮喔 嗚喔 嗯 好神奇喔 你看看 我們現在在充電然後這邊這樣 我們現在我們現在在充電就這邊就已經亮 我怎麼會講話 你真的很吵欸 我們現在在充電 小愛正在努力爭取這個部分的版權 換一個試試吧 好先不要理他啊 他最近有點難控制 就是我們現在正在充電 然後這邊就亮 你這樣怎麼弱 好這邊在充電 然後現在就在指示這個電量 就跟充行動電源一樣 喔蠻酷的欸 現在這邊閃藍光 我們要對藍牙 他自動在找裝備 沒找到 一直找不到 點擊這裡 觀看影片 找到了 找到了 喔亮亮了 綁定綁定確定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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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亮好幾個燈 然後我們先來 按一下入門教室 OK 他好幾關啊 你要先看歷史以後才能 用下一關 歷史是什麼 他有歷史構造啊 喔你要先學習 他要一個一個解鎖啊 欸跟打電動一樣 要一個一個解鎖欸 是怎樣 我們來看曲庫 開始囉 怎樣 要幹嘛 跟著按啊 這樣子我要怎麼按 我不會要放哪裡 他動太快你不會喔 不會啊這樣怎麼用 所以我手要放哪裡 他幹什麼啊我不會 要怎麼辦 你在跟著跟上他的節奏啊 怎麼可能啊 這樣怎麼可能 好啦 這對南洋太難了啦 對南洋太難了又不是打電動 這完了哪裡啊 應該是我選的這首歌太難了 你看哇超難的 好啦看看有沒有簡單一點的 不能來個搜迷迷發蕊蕊之類的 蛤 這太難了 我們來選 你只要等我吧 和弦遊戲 工具 這麼多點 每一個都要按 我手這麼長喔 他不是應該固定放一個位置的嗎 我覺得你要認真學 真的要從頭開始了 他這邊有教喔 尤克林林有周圍 夏威夷小吉他 最早是葡萄特 他要教你了 在那間獨作時發明的 喔好可愛喔 並且當時在歐洲受到 皇族貴族圈的經歷虛蟲時期 他現在在上課 在教他什麼說烏克利利 小巧一學 讓我們無論在什麼場合 都可以彈奏他 喔好我知道 反正就是有一個男的 會站在窗台下 然後跟著那個女生這樣 喔沙拉利 有這個東西嗎 對 有克林林的結構 只要由琴頭 琴靜 琴聲構成 不過他做的還不錯 很可愛啊 對啊就是小朋友應該會看 下一次是二品 三品 一次雷推 一品 二品 三品 分別是四弦 三弦 二弦 一弦 四弦 三弦 二弦 一弦 現在讓我來測試一下你吧 喔測試我了好緊張喔 緊張 哪一張圖是一弦三品的位置 一弦 一弦 一弦在最下面 三品 這裡 這裡嗎 我學習完成了 你看喔 他這個怎麼按都在這個上面 所以你會真的比較容易學習 可是我 你說我指甲要剪掉 對你的左手要剪掉 那剪像這樣可以嗎 哈哈哈哈 然後 最主要 今天這支給我鑽掉 然後 然後他這個弦是很軟的那種 待會就要玩 過一個禮拜交新的報告 好沒問題 可以 我來查一下是不是小米供應鏈的 P O P U L E L E 然後再打小米就知道 是不是小米供應鏈啦 對啊沒錯啦 這個POPPY LILY就是小米供應鏈的 其實你外面買一支烏克莉莉要1000多塊啊 對不對 所以這個2000多塊是蠻便宜的 而且他最主要還可以讓你 你要關機吧 你要關機吧 關側面那個開關 噔噔噔噔 我幫他配音了 電腦關機不都這樣嗎 欸他會突出來耶 這樣人家才知道你在背烏克莉莉啊 對不對 我拜託這樣很像那個耶 還蠻好笑 像很像另彩承你知道嗎 他這個算蠻好笑的 對不對 像很像另彩承你這樣趕快會不會 這樣你就是欠女幽魂了 對啊 好文青喔 讓新電拆零電個一個禮拜 再來心得報告 又回來了 目前啊 我們已經使用了一個禮拜 他調音真的很方便 他會告訴你 你要調第幾根你就彈那一個 他也會告訴你準不準 可是他有個小缺點啊 他這個音啊 很容易跑掉 我以前在玩吉他的時候沒有那麼容易 可能他是因為他是塑膠弦 所以他的彈力啊 會比較容易改變 所以常常每次 每次剛開始玩 或放一陣子啊 都一定要調 要不然他的音會跑掉 非常多 剛弦比較不會 這是他的app 嗯 他的app很可愛 很適合小朋友的介面 他裡面有一個這個地方 叫和弦遊戲 他就會從最入門的教學開始 告訴你怎麼按弦 怎麼調弦 怎麼樣體驗 接下來跟著我的指示 撥動每一根琴弦 撥動第四根琴弦 他講得非常清楚 先告訴 先讓你認識弦 這是第四 第三第二第一 那小朋友 看不清楚的沒關係 他這邊都有告訴你 會亮的 他叫我 掃動我的琴弦 再一次 用你的拇指 從上到下 掃動四根琴弦 這樣你第一關就完成了 恭喜你啊 他就會用最簡單的方式教你 然後呢 他也不會讓你覺得 好像很久才能彈一首歌 你到第二關的時候 你就可以彈 一首 我們來彈一看好了 這首歌是那個 周杰倫的情編 然後等下到這個洞洞的時候 你就彈那個音 他都會告訴你 只是專業會亮 這個太古打人的概念 我看不清楚的那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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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不清楚的下一點 我好像在另一邊 我好像在另一邊 你唱得直覺的勇氣 我還扭著頭 好像在問一邊 原本今天蔡林是完全不會彈的 過了兩個禮拜會彈 大概會彈幾個音啊 這樣啊 整體來講它不貴啦 這是GEARBEST讓我選的商品 不是它印給我的 可是我覺得選這個還不錯 而且它不貴 我會把連結放在底下 如果你想買 從那邊買也蠻方便的啦 我覺得這個送小朋友當生日禮物非常不錯 這樣算業配嗎? 這樣子 它送我們的耶 它讓我選的耶 我們也算業配吧 這樣算業配嗎? 當然算啊 它只是讓我選商品耶 可是我覺得這樣也是算 可是我覺得就是 當然還是要介紹好東西給大家 它就是個好東西 這個東西我個人也還蠻喜歡的 而且是一個蠻小巧的玩具 像我們今天來飯店也是帶著它 無聊的時候就可以玩個兩下 對啊 昨天你女兒也談了很久 請看BCR 不要錄我 你要錄卡比卡 你要我錄卡比卡 好來 直接帶一個已經開始啦 如果你喜歡老爸的影片 訂閱、訂閱、分享、按讚 我們下次見拜拜 記得訂閱、悠悠的頻道呀 你不是錄卡比卡 你也會留在這裡 你的朋友 你會保持 single date